说相声到底有多挣钱 你们先参观一下好吧 推摄后的曹金疯狂炫富 在节目里向大家展现五层豪宅 每处装修细节都彰显着俩字有钱 我请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设计师 整个设计风格从效果图到实景图 共和了一个国际大小 华丁奖 一等奖 全务式法式巴洛克风格 一层进门是个会客厅 比如说有客人或者是我经纪人来 或者有一些工作上的洽谈 我都会把朋友请到这一层 地下一层则是吃饭区 厨房里厨具餐具应有尽有 请客的宴会厅和自家人吃饭的餐厅 也清楚分区 地下二层则是豪宅标配 影视厅健身房 台球厅应有尽有 能K歌能打鼓能上演斯诺克 大理师罗马柱加上复杂的雕花线条 曹金的家用一个字总结就是豪 而曹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展现这一切 或许就是为了向大家证明 我当初离开锅的钢是对的 你们看 我挣得比德云社徒底多得多 确实 这么一对比起来 坦书前两天 刚发过的运篷四层豪宅 也不算什么了 况且 虽然曹云金在节目里上下都是走楼梯 但通过细节来看 其实 家里是有电梯的 且曹云金展示的是三层区域中 也缺少最重要的私人卧室区 由此可见 这个豪宅并不止三层 而这一切都在他与王家尔的对话中 得到了证实 曹云金在王家尔面前炫富 曹云金带舞台冰箱上节目 因王家尔好奇发问 他豪横达到 家里五层一层放一个 自离开德云社以后 曹云金便经常在社交平台炫富 但却处处都离不了老郭的影子 你前脚刚从私人飞机上下来 我后脚也来个合影 你穿大牌 我也穿 但就是比你的更贵 你带名表 我也带同品牌的 但比你的更奢华 这款手表光普通版 官方报价就近百万 果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而曹云金这款 却是定制版 全盘相赚的 价格大家就自行想象吧 最后 你住四层大别墅 我必须比你多一层 谭书院称之为报复性消费 以上种种行为 或许是曹云金 倔强的在证明 自己的选择没错 即便离开德云社 你能拥有的 我也可以 但住在五层大别墅时 你有没有想过 当初买第一个房子的钱 从哪来的 没有过去的一切铺垫 会有现在的豪车别墅吗 虽然嘴上说着没有师傅 但在节目里 还是处处靠着老郭挣钱 常远是我师叔 他纯粹是胡说八道 他根本就不懂相声 我连师傅都没有 我哪来的师傅 曹云金嘴上说着没师傅 却每个节目都离不开老郭 一嘉宾像周杰还不上嘴 也就还不上嘴了 我是那人吗 别说你们七个 老郭怎么样 确实 在口才这方面 曹云金的功底是最像老郭的 因此他也经常参加一些语言输出来节目 并乐死不疲的在其中以老郭为梗 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 不知道什么事 站出来劝你大度一点 这种人你得离他远点 因为他遭雷劈的时候容易连累到你 夸这扎你一刀 你这血还没擦干净 他打过来 哎不就是要一刀起来 一死不死 一死不死 曹云金什么都模仿到了 却忘了最重要的一点 人性 唐婉为了他放弃正在上升的事业 结婚生子 然而正在哺乳妻室 曹云金就迫不及待另寻新欢 女儿刚一岁 变火速离婚 兜兜转转 他却始终保持着黄金单身汉形象 做这些事的时候 不知道他还记得之前说过的话吗 有的人劝我应该像上帝一样去原谅他 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原谅他是上帝的事 我现在的任务是送他去见上帝 我非常的喜欢这句台词 因为他让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真正的学性 太好 我认为曹云金 是一个有血性的男人 听到这里 谭书不禁要问一句 曹金 男人的血性你真的有吗 留言下期再见